随着农庄内猪群数量的增加 再次迎来了购买野猪的客人 而这次又将以多少的价格出售呢 小两口送温暖 召集村里的小朋友亲自动手制作美食分享给他们吃 阳光明媚又迎来了新的一天 赛家和小慧正在炽热的阳光下打扫着猪卷 因为今天还有其他的事 所以要把农庄内的事情先做完 然而就在此时农庄外开进来了两辆摩托车 提前约定好的 前来购买野猪的顾客到了 赛家用玉米粒把药出售的野猪引诱过来供客人挑选 此次贩卖的都是在山上原农庄出生的第一批野猪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批出生的野猪已经快接近成年 正好买回去进行繁殖 而在农庄内有着三窝小猪的诞生 猪群的数量急剧上升 也是时候出售些养大的野猪来增加农庄的收入了 赛家拿着铁丝笼进入猪卷实施抓捕行动 有着食物的诱惑很快就把半大的野猪关进了铁丝笼中 把笼子的进出口用绳子捆绑住 然后抬到摩托车上进行固定 利用橡皮筋的拉力结实地把猪笼捆绑在摩托车的后座上 等固定完以后 就到了最重要的结账环节 并没有给这头半大的野猪称重量 小两口最终以350万越南盾的价格卖给客户 那么问题来了 按照我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这头猪是卖贵了还是便宜了呢 可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共同探讨一下 目送买猪的客户骑着摩托车离开 小两口继续自己的工作 把还没有清理干净的猪圈用水进行冲洗 再用塑料缠把污水排入特意流的出水口 等忙完之后 小两口背上竹篓前往街上的集市 一个传送把两人送到了街上的集市 小两口要到市场内买些糯米回去 今天两口子要去送温暖 制作一种美食给村里的孩子享用 两人来到一家米铺挑选糯米 优质的新糯米有着沁原腥皮的香味 而且米粒较大且饱满 颗粒均匀 颜色白皙 如果糯米发黄且米粒上有黑点 就是陈年留下来的米 但这黑色的大米在小边这边好像没见有人种过 等小两口买了足够的糯米后 就背着竹篓返回农庄了 等回来后两人各自准备材料 赛家经过鸭裙时顺手抓了一只鸭子 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是否到了可以出售的时间 而小汇则到农庄附近的斜坡上收割紫兰草 这种植物具有清热解毒 利尿消种等功效 但还有一种特殊的功能 把它放在锅中用清水煮 后汁水就会变成紫色 用来制作紫色糯米饭嘎嘎香 小汇把收割回来的紫兰草放在大盆中清洗干净 因为制作的量较大 所以用的紫兰草也要多加点 等洗完之后加上纯天然的山泉水放到火上进行蒸煮 另一边的赛家道山上采集一些大叶子作为包米饭的碗 不但绿色健康无污染而且还非常的实用 等到大铁锅中的水开 原本的清水完全变成了紫色 小汇把锅中的紫兰草捞出来 接着把买回来的糯米浸泡在煮好的汁水中 等待糯米细饱汁水使其变成紫色 当然一种食物还远远不够 赛家又到鸡窝中收集了些刚生出的鸡蛋 完全散养的溜达鸡产出的蛋营养价值还是非常高的 小编这边有很多住在城里的人 会专门到农村订购这种鸡蛋给小孩吃 准备好了所有材料后 小汇把浸泡好的糯米装进铺有塑料袋的竹篓中 小两口一人背上一个竹篓前往约定好的位置 经过半小时的路程 两人来到了一户老乡家 原因是这里是村子的中心点 所以才定在了这里制作美食等待小朋友们的到来 放下东西后的两人开始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美食的制作 另一边的小朋友们也成群结队地在赶来的路上 等到所有的孩子到来后 食物的制作也接近了尾声 把水倒在盆子中让小朋友们自己洗手做开吃前的准备 而后小两口开始分饰 与我国相比 越南的经济相对落后 农村的居住环境建筑还停留在80年代 给人们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 所以能吃上这样的美食小朋友们也是非常的开心 猪群的数量急剧上升 光是农庄内出生不久的小野猪就已经超过了25头以上 逐渐开始啃食头味的东西 小汇上果园采摘挂满枝头的龙眼出手 赛家到山上采集新鲜的竹笋 在家制作美食等着小汇回来共进晚餐 新一天的来临 炎热的天气赛家提着纯天然的山泉水来给野猪妈妈和小家伙们喂水 如果饮水不足会导致母猪产奶量下降 肠道发病率也会增高 所以要保证充足的水员工他们饮用 然而小汇则一人来到了果园采摘龙眼 今天的任务就是采摘一竹楼龙眼背到街上的集市进行贩卖 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像龙眼这种水果应该很少人能拒绝吧 不仅味道鲜甜可口 树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龙眼把枝丫都压弯了 而这也让小汇的采摘工作方便得不少 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小汇就摘满自己带来的竹楼 背上满满的一竹楼龙眼前往山下的集市 而此时另一边的赛家也到了山上的竹林收割竹笋 今天赛家要给小汇制作一道特色美食 已经完全出头的竹笋只要赛家沿着竹子走上一圈就能收获不少 长得过分长的竹笋直接拦腰斩断直取笋间最为鲜嫩的位置 竹笋最为旺盛的季节赛家只是在竹林里转了一圈 顺手把看见的竹笋收入囊中就有不少的收获了 然而在采摘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坐在树枝上的鸟窝 既然遇见了赛家也就顺手掏了一下鸟窝 看看里面有没有小家伙在家 两颗白色的不知道是什么鸟的蛋 当然赛家并没有拿走的意思 只是好奇看了一下就重新把鸟蛋放了回去 而后背着自己的收获返回农庄 此时小汇也来到了经常摆摊的位置开始了今天的生意 把所有的龙眼平铺在白色的编织袋上 很快就迎来了第一个小姐姐的光顾 先品尝一下龙眼的味道 肉质爽脆浓甜带着蜜香味让人抗拒不了想吃第二颗 因为是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 所以根本不用挑选直接的开始装带 等送走第一个小姐姐后 购买的顾客也逐渐多了起来 无论是路过的行人还是经过的车子都会停下来买上一些 这也让小汇摊位上的龙眼快速削减下去 不到两小时的时间就把满满的一株搂龙眼给卖完了 天上飘起了细雨 小汇快速地收拾东西返回农庄 赛家把自己收割回来的竹笋去除外壳 把包下来的笋壳投喂给猪群们使用没有一点浪费 随着小野猪们逐渐长大也开始啃食赛家投喂的食物 如今农庄内猪群的数量大概有了四五是头的样子了 加入了这三窝小野猪整体翻了一倍 摇身一变进成了养猪大户 赛家把聚丸壳的竹笋清洗干净后挖通里面的竹节 接着锅中加入清水放在火上焯熟 接下来就让大家沉浸式观看一下越南特色美食的做法 喜欢的也可以学习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另外一家作词 天空下着瓢泼大雨小灰冒着大雨回来 恰好赛家制作的美食也刚好可以出锅了 赛家把蒸熟的笋包肉用剪刀剪成小段 然后调制一份特制的灵魂小蘸料 开始了今天这完美的一餐 价格不菲的菠萝蜜用来喂养农庄内的猪群 留点我国拿西瓜喂猪的风范让人羡慕 跟野猪妈妈一起分享自己辛苦采摘回来的菠萝蜜也格外的鲜甜 而这采摘工作却要有一定的技术才能胜任 拿到集市进行贩卖的工作依旧交给了小慧 山区的贫困并没有掩盖住它的自然魅力 相反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大自然以其独特的方式绽放着无尽的光彩 新一天的来临 凉爽的早上 小家伙们早早的起来跟随着野猪妈妈啃食着地上的食物 懒家伙却还在山洞中呼呼大睡 赛家背着竹篓出门开始了今天的劳作 来到两棵挂满菠萝蜜的树下 今天的目标就是挂在树上的果实 过分成熟的菠萝蜜已经从树上掉下来开始腐烂 但这也是没关系的 毕竟农庄内还有那么多张嘴等着吃 而挂在树上个别的菠萝蜜已经开始变软成熟过头了 赛家也一并地把它采摘下来带回去 而后利用一根木板爬上树挑选合适的果实进行采摘 用手拍打果实的外壳看是否已经到了采摘的时候 但在树上要采摘个头巨大的菠萝蜜并不轻松 首先要确保自己的安全 其次才能发力采摘重达二三十斤的果实 而完全熟透的菠萝蜜没有了这颗大果的支撑 直接从树上掉了下去 等摘完这棵树上成熟的菠萝蜜后 赛家爬上另一棵树上选取要采摘的菠萝蜜 必须要把成熟的全部挑选出来 不然再过些十日就没有贩卖的价值了 只能便宜了农庄内的猪群 最终赛家采摘了十几个菠萝蜜 先把好的装进竹篓中带回去 毕竟一次性也拿不了这么多 把好的带回去可以先让小慧到集市中进行出售 而此时的小慧正在农庄内的地里清除砸草 赛家到来后 小慧背上刚采摘回来的菠萝蜜前往街上的集市 赛家则继续去往山上 把在山上剩余的菠萝蜜背回来 如此多的果实赛家还要来回搬运个两次才能搬完 如果手上不拿上一个果实的话两次都搬不完 一个传送 小慧来到了热闹的街上 路边停满了摩托车说明此时的人流还挺多 方便出售自己所带来的菠萝蜜 小慧来到集市中心的草地上 把背来的菠萝蜜摆放在铺着白色编织袋的地上 刚放下东西就来了的小嫂子挑选菠萝蜜 而且还是个大客户直接要了两个 带了六个菠萝蜜一下子就卖出去两个 这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当然像这种大型水果要卖出去还是有一点吃力的 好在是当季的水果比较便宜才能好卖些 但也让小慧等待了不少时间 毕竟这么大的一个水果如果家里人少的话都吃不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最终小慧把剩下的几个菠萝蜜都卖出去了 开心地收拾着地上的东西准备返回农庄 但路上小慧在路边买了一个哈密瓜带回去既能解渴降温还能果腹 接着又在小摊上买了两块叶子包的糕点带上 此时另一边的赛家也把所有的菠萝蜜背回了农庄 进入猪圈把过分成熟和从树上掉下来砸碎的菠萝蜜投喂给猪群们享用 当然这些菠萝蜜并没有坏掉也是可以食用的 等喂完了猪圈中的猪猴 再加给三只野猪妈妈也喂上菠萝蜜 此时的小家伙们还不怎么会吃东西主要还是靠母乳喂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小慧从山下回来后 小两口坐在凉亭中开始吃小慧从山下带回来的哈密瓜 还有那叶子包装的糕点 原始丛林中在几十米高的树顶上收取野生的蜂蜜 巨大的蜜饼上有着无数的蜜蜂 投喂猪群时 大战一触即发 强势的母猪想要独占一个猪食草进食 三窝小猪被单独地关进了猪圈喂养 也到了断奶的阶段 用刀切开蜜饼金黄粘稠的蜂蜜让人食指大动 新一天的来临 三人穿梭在茂密的原始丛林中 漫长的雨季让丛林中的小路形成了一条小溪 今天小两口找了一个专业的彩蜜人 带着他俩寻找树上的野蜂蜜 不时地抬头扫视着头顶上的树梢 期待发现今天的收获 当然想要找到这种野蜂蜜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没有一定经验的人还真的很难找到 野蜜蜂一般喜欢把架安在石洞或者是树上 除了要用眼睛观察树上是否有蜂巢的存在 还要靠耳朵聆听蜜蜂振翅时的嗡嗡声 三人在茂密的丛林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排查 终于在一棵大树上发现了蜜蜂的存在 蜂巢距离地面至少有一二十米的高度 放下背在背上的装备做好收取前的准备 用刀清理出一块空地方便接下来的操作 专业的小哥先爬上树观察一下蜂巢的状态 看是否值得爬上去收取 而小两口则在树林中捡取一些干燥的木材 一会儿用来生火制造出浓烟把蜜蜂给熏跑 赛家用柴刀把地上的枯枝烂叶给扫到一旁 防止烧火时蔓延开去把整座山给点了 大家上山也要注意火源 预防火灾 等小哥从树上下来 赛家把火给点上 做最后的准备 从背包中拿出防护服检查上面是否存在问题 充分地准备才能预防发生意外的可能 把防护服面上的亡眼挑拨均匀 预防蜜蜂跑到防护服内 男人们穿上防护服整装戴发 小慧在火上铺盖一层绿叶使其冒出呛人的浓烟熏跑蜜蜂 当然上树的两人也要拿上一把冒出滚滚浓烟的火把 如此才能熏跑蜂巢上的蜜蜂 然而穿着橡胶与鞋爬树很滑有着一定的难度 必须打起十分的精神 等来到树上后 一块巨大的蜜饼出现在眼前 命里麻麻无数的蜜蜂在蜜饼上面劳动 专业的小哥靠着双腿夹住树干开始做收取钱的准备 清理出足够大的操作空间后 小哥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塑料袋开始收割挂在树枝上的秘笔 成千上万的蜜蜂在身边飞舞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也算是高危工作了 专业技能寝物模仿 小哥把蜜饼装进袋子中用绳子放下去等着小慧接收 等收集完了蜜饼后两人从大树上下来 接着把地上冒着浓烟的火给灭了 毕竟森林防火人人有则何况是自己生的火 脱去身上的防护服 汗水已经完全浸湿了身上的衣服 当然付出总是有回报的 今天也算是收获满满 来到小夕稍作修整 冰凉的吸水洗把脸让燥热的身体降降温 而后三人背着今天的收获返回 等小两口回到农庄后 刚放下东西的两人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农庄内的工作 赛家把正在山洞中休息的小家伙们全都赶到猪圈里去 小慧则先拿一些食物投喂到猪食槽中把猪群们全引到外面来 把母猪和小野猪们分开 接着赛家用铁丝把猪圈的进出口给绑上 今天开始正式把小猪们的奶给断了 也能让公猪和母猪再次地进行双排 等绑好进出口之后 小慧把剩余的食物倒进猪食槽中 饥饿难耐的大猪们开始疯狂地抢食 强食的母野猪开始攻击其他正在进食的野猪 随着小慧的一巴掌下去 母猪更加凶狠地攻击起旁边的野猪 独占了一个猪食槽进食 给小家伙们投喂上一些玉米粒解解铲 正式的营养餐还没开始做 等喂完后 在家着手开始做小家伙们的食物 小慧则背上今天的收获前往街上的集市 不要眨眼 眨眼就是一个传送 小慧来到了热闹的街上 选择在了水果摊的旁边设下自己的摊位 铺上一个白色的编织袋 把今天收取的野生蜂蜜给摆出来 直接放在编织袋上的蜜饼其实并没有多少蜂蜜 而是一些高蛋白的蜂蜜 而真正的蜂蜜是包裹在塑料袋中 轻轻切上一道金黄粘稠的蜂蜜就流露了出来 在当地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围观的顾客纷纷地进入了购买的行列 小慧也开始忙着给他们装袋 然而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遭殃 最终一个小嫂子把剩下的蜂蜜全都包圆了 不给其他人一点机会 蜂蜜卖完了后 围在摊位边的人都散了 而后在小慧卖出去了几块蜂涌后 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返回了 眼看天色暗下来就要下雨了 等小慧回到农庄 天空已经下起了倾盆大雨 赛家也煮好了食物 给小家伙们投喂上营养餐 油光正亮的皮毛说明着小家伙们的长势良好 也接受了现实吃起了粗粮 收取青色成串的香蕉和长相奇特的佛手 干到热闹的集市进行出售换取农庄的收入 新一天的来临 小夫妻俩分头行动 在家背着竹篓来到茂密的香蕉林 寻找即将成熟的香蕉采摘 香蕉属后属形水果 虽然在树上或采摘后可以自然成熟 但时间长 成熟不一致 风味也较差 故一般采收后需人工催熟 通常会把青香蕉放进袋子里 把袋子放在温度较高的地方进行催熟 但市面上的香蕉一般都是把稀释的催熟剂喷洒在青香蕉表面 然后进行催熟 在家砍伐了两串个体较大的香蕉 由于香蕉串比较大 在家只能先扛上一串香蕉运往街上的集市 而此时另一边的小慧也正在采摘长相奇怪的佛手干 给大家一次取笑小编的机会 小编也是第一次看见这种长相奇怪的果子 这是包屁后里面有果实呢 还是有别的吃法呢 有懂得老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让小编长长见识 随着小慧的剪刀把一个个的佛手干剪下来 竹篓很快就被装满了 之后小慧找了一个阴凉的大树下 坐下来用卫生纸把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佛手干包起来 保护果实的外表预防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破损的情况 包装完外表再用透明的胶带绑上一圈预防果实从竹篓中掉落 完成了这些后 小慧也背上竹篓前往热闹的集市 而此刻赛家把两大串香蕉全都搬到了集市中 也选择好了摆摊的位置 今天集市也是格外的热闹人群川流不息 可能是当地的什么节日 没过多久小慧背着竹篓也来到了摊位上 小两口把采摘回来的香蕉和佛手干板放在铺着白色编织袋的地上 正式的开始了今天的生意 赛家把整串的香蕉分割成小节方便接下来的贩卖 而今天的集市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购买力惊人的顾客一波接着一波 等摊位上的东西卖出去一些后 赛家要先一步返回农庄 准备去给农庄内的猪群投喂上食物 断奶后的小家伙可不扛饿 等回来后 赛家把大铁锅中已经煮好的猪食咬进水龙头下的铁锅中 接着用纯天然的山泉水进行对食物的稀释 水分能够促进猪体内的新陈代谢 保持肠胃健康 对于猪的健康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 而后把食物分别倒在四个猪食槽中 如此才能减少它们因为进食而大打出手 当然偶尔还是会出现争抢的现象 而这也是避免不了的 毕竟在猪群内也分大小王 地位低的肯定要挨欺负 而个头较小的黑皮猪和几头从养殖场买回来的野猪 就是挨欺负的对象 很快四个猪食槽中的食物就见底了 赛家再次的提来了两桶食物倒在四个猪食槽中 而此时被关在猪棚中的小家伙们已经望眼欲穿 喂完大猪后的赛家给小猪们特制的营养餐 也同样地用山泉水进行稀释 刚把食物倒进猪食槽中 小家伙们就迫不及待地围了上去开始抢夺起来 这群小家伙们各个魂园饱满 饱色发亮 正是茁壮成长的重要阶段 喂完猪的赛家刚倒了一杯水来到凉亭中 在集市中卖完东西的小慧也刚好回到农庄 小慧拿出从集市带回来的离去皮 忙碌了一天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会儿了 正好此时的凉亭外也下起了小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